马上来聚焦台北市呢这位吴先生他20号下午看到股市大跌打算要上网来转换投资型保单的基金没有想到这呢人寿公司网站当机当了两个小时让吴先生没有办法上网来卖基金 想要人工下单又超过了时间让他大叹看着股市大跌心好痛 不过人寿公司目前说因为流量过大当机了37分钟 不像吴先生所说长达两个小时也查出吴先生是离职员工 但人寿公司强调如果有损失他们会进一步来了解补偿 打开网页吴先生看到全球股市大跌准备卖掉基金没想到却碰到这状况 人寿公司网站上几个红字对不起资料库错误 吴先生看了很傻眼因为人寿公司网站从下午3点开始出问题 一个小时后资料库进不去到了4点45分甚至连账号密码都不能打 5点以前我们只要做完资料更改那他们就等于算是收件 可是没想到3点到5点之间发生这种事情 这一大跌全是吴先生一家人买的10张投资型的保单 里头包含了印度和印尼的股票基金 涨跌幅度相当大 他说网页坏掉想要下单只能自己跑去营业处 或者是业务员来家里拿文件根本来不及下单 很急啊 怎么做 但是也不能做别的事情 就只能看着他就是祈祷说晚上股市不要再跌 向人寿公司求证却有截然不同的说法 系统的确因为使用者太多 但只当机了37分钟 吴先生除了客户身份外更是离职的业待 照理来说不会不知道 如果系统当机可以电话委托客服下单 人寿公司说如果客户有损失 他们会沟通甚至赔偿 就是不想打坏公司招牌 记得阿公有麦高尔香台北报导